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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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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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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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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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栋梁栋梁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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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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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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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栋� 我要在的常常菜中,荣事很多不多讲。 这是藏文的教证 不是那天我们大爷们前行当中 像师书一宝也前一段时间就应用吧 最好的, 算师虽然不愿意离开, 但是一旦一定会是离开 他这里就一定定义恐惧. 他这里定义, 有已经戒定了 意思是什么 analogy 大家都是很愿意, 但是一定会离开的 所以这一天呢,一定会是你,因此这个聚会和分离呢,就是是同一个因的缘故,不然的话呢,吴光尊在为什么时候是这里的因呢,就是也许会这个离开,就是会有这样的,但是呢,在这里这个一定会是离开,就是我们的大元门前世当中已经引用过,就这样的话呢,就是,所以这个聚会和,什么聚会和那个分离呢,就是同一个因,就是同一个因,比如说,这个一般有那个吉祥女和黑尔的这种比喻吧,就是吉祥女和黑尔的比喻, 他什么呢,就是以前那个,有一个人呢,就是开始那个,他也想那个求一些戏地,就是然后就是开始修持吉祥女,就吉祥女是一个田女,就是可以这么做,然后呢,就是他修了很长时间以后,最后呢,就是修已经成就了,成就了以后呢,就是他就开始这个,现现了,就有一天晚上呢,就是吉祥田女就是已经这个亲子了,见到了,但是呢,他就,他这个出不意外,就是可以说是这么说,他就没有这个想到的什么呢,就是他还,是个他的后面呢,还跟着, 他说是一个黑尔女就是,这个黑尔女就是来了以后的话呢,他自己说的吧,我是黑尔女就是,然后那个,那个修行的那个人呢,就是他说,我修的是这个吉祥女,不是修的是你,就是你就不要来了,当时那个吉祥女呢,就是说是,我不管是在那里的话呢,就是他也是跟着我的,就是 所以说,你修我的话,是肯定他也来的,就是,所以一般呢,就是,有吉祥女的地方呢,就是,必定会是有这个黑尔女啊,就是黑尔,黑尔,所以说我们当时的一些古人也都这么做的,他,他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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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这么说呢, 就是,就是,那个白尔的那个天人面前的话呢,就必定会是有一个黑尔的那个魔鬼,就是魔女啊,就是,白尔的那个,什么,白尔的天女面前的话呢,那个黑尔的什么,就是魔女呢,就是必定会是有的,就是,当时古人呢,也是有这样的这种说法,但是这里有一点,我记得有点不同的话呢,就是跟那个如中人呢,就是可能有一点不同的, 那这种说法,就是这种你说的特别是在这个人的,那种内毛因,什么这个,这个,由如大海与湯体,由吉祥以黑,是不是。 是吧?在里面,如中人的话,这个是,还是很快的,就是,你们大家听,还是很好。 意思就是,他这里面就是,这个如中人里面说的呢,就是这个破诫的,这个,这个,这个,直接的人呢,就是跟破诫的人,根本不会集足在一起。 然后那个,那个,大海呢,就是跟那个尸体呢,就是不会集足在一起。 然后吉祥女不会跟海尔女坐在,吉祥就不会跟海尔住在一起 好像这个跟这里面的比喻有点不同 因为这里面的比喻也实际上是约乘伦斯的比喻 约乘伦斯的那个入中论的宋词当中是有这个比喻 但是约乘伦斯在入中论宋词的时候就是说是吉祥女和那个海尔呢 就是不存在,就是不能一起在这个比喻 然后呢在斯伯伦当中是一起的,就是是不是矛盾呢 就是那个也可以说是不矛盾 原来那个大概是可能是八九年吧 八九年的时候那个坎伯南卓呢就是当时给我们讲过一个入中论 当时讲入中论的时候他也提过 但是我想的话他当时提的那个问题都忘了 就是有时候说这还是你们那个有些坎伯给你们讲的时候呢 有些重要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能记住 当时也可能没有记录啊就是他其实提过十八论当中是有这个和这两个是有点这个矛盾 但实际上是不矛盾就是他说是说过都是我忘了 但是今天呢我就我自己的理解呢就是这两个不矛盾的原因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啊就是我自己想的话呢就是如中论里面说的呢就是吉祥和这个黑尔呢就是不不一气 不一气的主要说明呢因为他这里面的黑尔呢是指的是不吉祥的意思 就是如中论的知识里面也是有就是这个黑尔呢就是指的是不吉祥那么这样的话呢一旦一件事情的这个吉祥的时候呢就是不可能是不吉祥 就是两个天准来做的那么两个天准来说的话是那么这个以前呢就是吉祥女的后面呢就是经常是有这个黑尔呢就是这一点也是这样嘛我们经常说的是一天一天自己要吉祥的话呢就是后面呢就是还出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就是也有经常这样的说法 因此这个四百轮呢就是是两个这个一些真准吧就是两个这个呃就是天人就是啊两个这个吉祥天女和不吉祥天女的这这样的这个交流来做的 所以说这两个表面上看呢好像是有点香味但是呢啊耶森菩萨肯定就是这就像用这两个比喻的话呢就是肯定有密实际上是根本不会香味的啊就是不会香味的啊就是你们可能大概这样这个理解也是可以吧就是中而言之的话呢就是他是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比喻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吃了毒药以后的话呢就是暂时可能走快了但是最究竟的话呢一定会是这个生痛苦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这个基聚的话呢就是暂时跟清不花用这个基聚的话呢暂时也许是有一个快乐的这种念头但实际上呢他也是不理痛苦的就是这个比喻呢主要是这样一个说明啊就是这样一个说明啊因此刚才呢就是吉祥女和这个不吉祥呢就是好像一个戒着一个一样的啊就是一个戒着一个一样的啊 那么这个机会的这种快乐过后的话呢一定会是有一个分离就是那么你对聚会呢就是生气一个啊快乐或者是贪心的话呢你对这个分离为什么是不生气贪忆心呢就是也应该知道生气贪忆心这样来解释 好像那个自然失败人呢就是也也像也这个有点正样就是啊就就开头怎么样说简单说的话都很简单也也说也就有点可能你们也是有些人还是比较不索就是啊昨天那个几个考试的你们几个还是讲的也可以啊以后那个讲的时候也呃希望大家应该拿自己的智慧和客材来好好的这个讲啊这样的话这也好一点因为中国有些地方还是应该讲详细一点 第二个问题是思维分离无懂无识而观而不应贪执思维这个分离呢实际上是无懂也无识的原因呢就是不应贪执啊这是第二个课吧 嗯国去国去国去无有是未来无有总和谷如见和不见仓啊实力啊他这里有这样一个呃想法吧就是 虽然我们决定是分离的但是呢回合的时间呢就比较长的所以说呢我就好像对这个分离呢哎就不是很痛苦的主要是对这个回合呢就是放不下来就是有这样的吧就是对这个回合一些人也是这么这样的吧虽然说我们最后的都是分离的但是这一点都是没什么可是我们呢在一起的这个世界呢就是确实是很烫的就是因此呢一想到这个的话呢就是好像这个亲人分离的时候 我都心里很痛苦啊比如说我这个呃呃一家人啊我一家人的话呢已经在我在这个我们一起生活的是已经五六年了就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就是过一期生活的话呢那么一旦分离的时候呢就是我肯定这个 不假的后来的时候我叫他也是出家可以就是我想还是可以的他后来可能是他已经造墨了就是说我都什么这个呃什么这个呃就是说是我的这个家人呢已经生病了就是就我要回去他给我这个通知来了 他说的我说不回去也可以你也治不了他说他不行了像是我们这个一起生活的已经四十一年了就是嗯四十一年了那这样的话说我这次不回去不看看他也肯定是不行的你看我们怎么藏着之间里面一起生活的就是我还是是我一定要去就是这么说的但是呢就是可能是曾天菩萨对他不高兴马上给他回答了就是说说你这个单单的这个一起生活呢有什么这个的你这个呃这个未来和过去是怎么样你想一想就是下面说 国去无有是未来无有中你看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你从这个时间的长大你不是刚才在那边说我四十一年了时间太长了时间长什么就是国去就是多少年了就是国去有多少个四十一年了就是所以国去无有是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这个无边的轮回大海当中呢就是一这个生了四兵的呃这个什么波浪你这个城里吧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像是那个秦苏当中也是已经讲了吧就是什么这个 比如一个一一一一如音嗯有歌俘能和四大大海 알고 Bert海对是吧就是那个娟智他们说说我们这个metics at 里面说说我们这个成立在轮回当中就是如果这个我们应用了那个母亲的如来也实际上是已经胜过了四大大海就是有这样从无始以赖来算的话呢也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时间呢也非常非常的漫长 然后我们从未来来算的话 我们如果还没有到介绍的话呢 一直到这个无边的轮回当中 还要一个漂泊 所以这样的话 从无始以来 从过去来算的话呢 这个时间是非常漫长的 然后未来算的话呢 就是也时间是非常漫长的 那么你为什么要这个 偏偏要见到我 这个近视的时间很深 近视当中也说 并不是这个所有的近视 都好像你跟他一起的 就是好像中间呢 就是短短的一个因缘吧 就是短短的一个因缘呢 就是认为是 我跟他那个借助的时间很长 就是会合的时间很长 不见长死你就是 那么你这个怎么说 就是你会合的这个时间呢 就是就确定是这个很长的 而这个离开的时间呢 就是本来是这么长的 但是这段你一点都不觉得 就是说一说 你的这种想法 真是这个太愚痴了 所以是吧 我们大家很多人都是真的 我想到我们很多人 这个去了通过十百岁以后 可能是对以后 很多地方都说 还是有很大的棒子吧 尤其是现在的一些年轻人的话 或者通过这个他的 受到各种这个一些社会的影响和教育吧 就是根本就是这些事情都是想不开的 就是好像很多人都是刚才就是 我说的那样就是一些 这种我们会合的时间是很短的 会很长的 就是说一说我对他真通过 这是很不对的啊 这是很不对的 我的前一段时间好像可能中国人没有这个修好的原因 我不是说了吧 就是我们那个一个同学就是四老人 人比较特别 我们在小学的时候也是一气的 然后中学的时候也是一气的 中专的也是一气的 大概是已经 我可能我录七八年吧 就是七八年是这个世界 我对可能世界上的人来说的话 是对他的那个接触时间比较长一点 那他突然听到他死了的话呢 我觉得啊 我跟他那个在基层当中来说 我跟他这个 除了这个父母意外的话呢 就是可能跟他那个接触的时间是最长的 哎呀很可惜了 就是心里好像有个不同的感觉 但是如果当时我就 有这个中国四百人的窍解的话 这是一定都不会痛苦呢 就是因为我们最多是这个十年吧 就是十年有什么这个 这个不是时间是很烫的 就是五世以来的时间是怎么样 就是从以后的这个分开的时间 也就是这么样 你对这些分离的时间都是不觉得是长 而且单单是这个 你们聚合的时间是觉得很长的话 就是这个很愚痴的那 这种这个说法呢 就是很厉害的 就是这种感觉吧 就是好像我们这个 会合的时间很长 就是所以离开他的时候 心里很痛苦 实际上是 你如果时间很长 要生痛苦心的话呢 让我们分离的这个时间 是非常这个长的 就是因此呢 就是分离 对这个要对着这个分离呢 就是也应该生起 但是这个我们心思已经颠倒的就是我已经这个好像我们会和的时间很长,所以我就生痛苦,就是我们很多人是这样的,如果时间很长生痛苦的话呢,那我们分离的时间很长,很长,就是你对他呢,就是也应该生起一个这个痛苦的信,那就是应该这个贪执吧,就是也应该贪执,就是有贪执这种信,那这是我们很多人都是可能是没有的,就是以前呢,不是他自己也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呢,就是他那个出差以后的话呢, 他的妻子呢,就是跟别人这个泡了,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到了这个沉扁的时候,就是他听说说他的妻子已经泡了,然后呢,他就这个心里面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就是说说我的这个妻子泡了,别人呢,就是问他为什么这样的,但他说说我这个我们这个一期时间呢,就是时间这么多年了,但是呢,就是他今天都泡了,就是他就特别特别的痛苦,后来呢,就是很多人们的,就是这里面可能是约身的事都是再没有这个这样,但意思呢,就是他这里,因为他们一起这个参加的时间, 这个时间呢,就是也肯定不是这个很长的,但是呢,就是人们的经验当中呢,很多人都是有谁有啊,就是真的这里很多出家人都是愿意出家啊,就是好多事情是,哎,我跟那个我的什么就是老板啊,就是已经长了这么长的时间呢,现在要他临时的事都是做不到啊,就是我们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是一期生活的,很多人是有这种念头,但是这种一个念头的话呢,实际上是不对的,就是你这个时间呢,不是很长的,就是从无事以来来去想, 或者是你从一生当中来想的话呢,也不是这个很长的,就是因此,这样的这种执着呢,就是肯定是不对的啊,就是对这个,这样的执着是不对的,就是对短暂的一个时间呢,就是人们也是最长的,然后呢,对他就是不愿意分离的,就是这种,如果这样,你时间是很长,不愿意分离的话呢,那离开的这种时间是很长的,就是你对他也生起这样的 但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经常是就是想不出这样的,因此呢,就是大家对这个,这个父母呢,就是跟我这个借助的时间很长,家里呢,就是跟我借助的时间很长,因此呢,他们离开的时候是多么痛心啊,就这一点是肯定不要有了,以后我们这个学院一旦分散的时候,也许是肯定心里很痛苦,但也许呢,就是大家都是懂得这些道理的时候,也是不会很痛苦的呢,就是主要是自己修持一些佛法的话呢,痛苦就解决不了什么的,虽然我们在这里都是已经十几年了, 就是大家都是,时间算是这个长一点,但是真正从无始以来和这个,呃,以后的这个这个无边无际的人回来说的话,是这个时间不是很长的,就是大家都,到时候又不要哭了,不是,原来我们这个在甘子吧,就是梁山的几个,同学就是已经我们一起走了,三年了,就最后这个三年的时候,他们都毕业了,我们还有一年,然后他们呢,就是都特别特别的痛苦,就是大家都啊,我们已经三年了,在一个教堂当中,今天要离开了,就是大家都好像那个哭得不得了了, 就是整个甘子像的车站里面的人都已经吓跑了,就是,我们就是,大概是有三十多个吧,就是他们梁山都有九个同学,然后九个同学呢,就是有三十多个同学都是都不想那个抱着的,就是,就是我们可能是五六个人呢,就是抱一个人,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不懂这些道理的原因,下面我们讲那个,下面那个也可能不是很好懂的,就是他,他这个,这个意思呢,下面是这样的,刚才那个分离的,时间的,虽然是 很长的,但是的话呢,就是分离的时间呢,就是我们都不会对他这么贪执的,就是对他这么痛苦的,因为不是刚才说是,你如果真的要想痛苦的话呢,就是我们聚会的时间是很短的,就是你这个要是真的时间很长,要生痛苦的话呢,你对这个分离的时间是很长的,就是你对他应该生起一种这个贪执性,而且你对他一种这个痛苦之心,就是不是刚才你问了,就是你为什么要痛苦吗,就是认识了以后,他说是我们聚会的时间太长了,所有痛苦,你既然时间很长的话呢,不是分离的 这个时间是很长的,你应该对他身体痛苦,这时候呢,有对方说说,啊,这个分离的时间都是,虽然是很长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因缘,就是虽然,时间很长,但是我的经历呢,就是可以分散,比如说,这个分离的时间是虽然很长,但是在这里面呢,我就夏天呢,有这个夏天的话,然后冬天呢,有冬天的戏,然后什么那个,秋天的话呢,就是有一些白云啊,春天呢,有春风啊,就这样的话,就有很多这个,呃,什么就是,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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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这些来,我的这个经历,就是一直是可以分散的,因此的话呢,我就不会这个,对时间,就是像分离的时候就是,时间就是越长也做,我不会很大的感觉,就是我对这个世界呢,有一点的贪念,就是对方是这样做的,那这种手法是肯定是不对的,查那登主是,丁,丁若住远海,归与避远海,归与避远海,归与避远海,如堵不隐滩,但是你不是刚才说说,我那个分离的时间呢,就是经常这个经历分散,就是已经时间到风景方面去, 那这种手法是肯定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件呢,就是你不应该贪执,就是你贪执事件的话,是实际上对你有很大的这个危害,他说查那登主是就是,比如说冬天,秋天,然后呢,就是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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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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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也有,我感受了什么动作, 刚才我说过夏天的花园和冬天的那个雪夜, 是吧,雪景,就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是,我好像是我今天欣赏的, 我这个世界呢,就对我给了一个美好, 就是就这种概念,但实际上呢, 我这个这个世界呢,就是把我的这个宿命呢, 就是缩短了一天或者是一个小时, 就是也这样的,因此呢,就逐渐逐渐的, 好像是那个坦布阿充吧, 坦布阿充呢,就是毕与生,这个世界呢, 就像是把自己的情有变成了那个, 呃,什么就是,原地一样的,就是情有变成原地的话呢, 你都根本不觉得,就是随后事情出现的时候, 才能知道的,呃,才能知道的,呃, 所以说这个世界呢,就像自己的情有变成原地一样的, 呃,就变成原地,那么一刹那一刹那呢, 就是江巴尼的这个宿命呢,一亿都已经用完了, 所以,像对这样的这个,害你的这个, 真实的这个原地一样的,呃,这个世界的话呢, 你为什么要对他这个生起贪爱之心呢? 就是不应该这个生起贪爱之心, 如果你他,对他这个生起贪爱之心的话呢, 实际上是害你的,所以刚才我们就是, 很多人认为是对这个世界呢,对风景呢, 就是这些也是正义中贪爱之心, 很多人说一说吧,就是我现在不愿意离开, 我现在那个过的就是,我生活是很好的, 我对这个世界呢,就是我对这个环境呢,就是很有贪爱之心, 实际上是这个世界和贪,你贪着的那个物体呢, 就是一亿都把你的宿命都一天到一天,这个作断就是, 就这样的话,害你的这个原地没有任何差别, 你不应该贪着这些事件,那贪着这些事件的话呢,实际上是对你有这个坏处的啊, 就对你有坏处的,就像是一个主人家呢,就是他有一个仆女就是, 然后这个仆女呢,就是这个主人家天天都是害他, 但是天天都是害他的时候呢,这个仆人家呢,什么这个仆女呢, 他根本不决,就是害人家贪着这个人,他贪着这个人的话, 实际上是,也是是不应该,对吧,就是因为是害他的, 害他的话呢,就是你还贪着他,贪着他一直这个到水老, 就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好像别人呢,就是真正这个害我, 我还是贪着那样,但是呢,就贪不阿冲吧,就是贪不阿冲, 但是呢,就是他一直贪着那个,就是贪着那个他的这个夫人吧,就是, 以这样的缘故呢,一直不离开他们的家,就是, 实际上是他受很多的痛苦,但是呢,他还是是贪着一些事情, 贪着一些事情,也是贪着那个风景,就是,你可能这样的一种避遇, 但这个避遇的意思呢,就是也大家都应该明白,就是, 实际上是害你的呢,就是不应该贪着, 但是人们呢,就是害我的就是,往往都是要这个贪着他的, 因此这个事件也是,实际上是害我这个宿命的, 但是我们的说,往往都是也是贪着的, 那么约生不知道他也是这么讲的, 我们这个现见呢,就是一切有为法的本性, 就现见这个有为法的本性的时候呢, 不应该对他那个生起什么,生起这个贪心, 就是应该生起这个阳大自行, 就我们知道这个有为法的就是, 不管是看到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多多所谓都是践导的, 像我们知道这个有为法的本性的时候呢, 不应该贪着他们,就是应该呢, 生起很大的厌寒性, 我觉得约生的那个教言呢,就是很殊胜, 大家应该记住, 下面呢,就是讲那个, 端出那些双枪式,然后一直寄进吧, 就是第三个问题, 这个呢,就是有分二, 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呢, 经济出家无态自主制法, 可以吧,就是按那个Jesup 界的科班, 有时候我出那个Jesup 界的那个教言, 有时候出其他的,有时候自己就是, 就是加上一个分别点, 所以我的科班呢,就是, 也是好像那个老猪吃东西一样的, 就是有时候,就今天那个第三个科班呢, 就是后面就加上这两个,就是, 就是,我现在想一想不出了, 然后教会,第二呢,就是, 教会造恶色称赐一直进出, 可以这两个,就是, 就分这两个,就分这两个, 然后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个, 儿会不分, 儿会不分你,不能出家者, 支持丁营做罪的愚痴法, 他这里就是,刚才已经讲了吧, 就是我们,儿, 对这个时间也不能谈, 对亲友也不能谈, 但实际上是确实是, 道理上将来是这样的, 可是呢, 很多人都认为是确实, 在这个时间的这种关系呢, 就是很难很难受, 因此呢, 对自己的家里, 这个亲戚朋友啊, 就这些的话呢, 就非常那个, 有执着, 因此我就不愿意到寂静的地方去, 不愿意到这个促嫁, 就是很多人呢, 就是我们经常很多人也是说, 本来都是我想出家, 但是呢, 我的单位领不开, 我的家里领不开, 我的父母不同意, 妻子不同, 丈夫不同意, 爷爷不同意, 奶奶不同意, 什么, 但是, 你们当中也是不同意的人, 特别特别多, 同意的人都是, 几乎一个人也是没有的, 还有孩子不同意, 然后呢, 但是那个不同意也是这个, 一定要出家, 就是他们说是你这个坏蛋, 怎么会是这样的, 就是恶慧不, 去年有个人说是, 恶慧和捏慧是不能说的, 智慧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 天使号的时候, 我说恶慧和捏慧都可以, 你看真理人用了, 他就, 发射发射还是用了, 恶慧, 他说, 那这个谁都不同意的话, 你一定要出家, 为什么呢, 你这样的这个, 没有智慧的是, 你这种智慧是很恶劣的, 你认为啥这个, 我的父亲不同意的话呢, 就是我有借责的智慧能力, 好像这是应该是合理的, 实际上是你这种智慧呢, 就是卸制, 我们经常讲的, 那么卸制, 就像具有这个, 卸制着你这样的这个, 于本身呢, 你怎么会是恐怖分离呢, 就是你怎么害怕这个分离呢, 而还不能这个出家, 就是一直呢, 就是像大美丝, 或者是家里面, 我们有些人真的那个很可惜, 就是, 就本来自己就是想那个离开, 但后来呢, 就是油放不开, 说前天的是那个西藏, 说是那个拉萨吧, 拉萨市里面最大的幼儿园的园长, 就是他到这里来了, 他们说是他自己也创办这个幼儿园, 就是还是很有, 在社会上来说是很有运气的, 那他就一心发心在这里想出家, 我首先就是说是, 你能不能这个想得开, 他当时都是说的是非常好, 就是不管是我已经纪念了, 就是现在好像说的是非常好听, 因为这些交易界的人呢, 一般说起来的话也是好像很吸引人的, 就是我听起来还真以为是这样的, 然后他说是, 我真的真的已经那个什么都已经安排好了, 就是, 然后我说是我完全同意, 就是现在你就不要想什么, 就是也不要想什么, 你的这个丈夫孩子就什么都不想, 你现在一定要这个马上出家, 然后他自己也是发愿了, 发愿我们就是说是这个一言为定, 已经这个什么事情都, 我说是在四个月之前的话, 也许有特殊的开心也不知道, 凡是我完全同意一定要住下来, 就是没有过两天之后呢, 就是泡了, 然后我就问了以后就是说, 没有过两天还是一天吧, 就问了以后的话呢, 说是他们家里面呢, 就是在整个喇叉和成都都市打广告啊, 就是人叼了啊, 就是这么这么, 然后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就马上泡了, 觉得哎, 我一响子啊, 这时间上就是没有徒劳, 就是很, 很那个, 遗迟不上的话, 你打广告的话呢, 也没有什么的, 你到色大去打一个电话, 就是我现在或者的, 你们就不用给我打广告, 我就中一天, 随便应付应付的话, 这个问题马上都解析了, 可是这个人是肯定没有怨恨吧, 他领处的时候也是没有给我打招呼, 说是, 我一定要回来, 但是我想是定不下来, 就是现在第一次的这个冠名没有过的话, 是那么, 第二次你现在又回到哪吒起, 哪吒起的时候, 你也许这些护学院比较冷, 就是回去以后还觉得是家里很舒服, 然后呢, 就不愿意出来, 就是所以, 这些人呢就是恶毁愚笨人, 就是, 那么这些你们还不能出家的话呢, 就是不好的, 就是你到了一定的时候呢, 一定会是, 允许他今天回来了也不知道的, 他带他去打电话, 那么这个, 他们这个, 就到了一定的时候呢, 一定会是, 这个, 这个, 就是突然就来到你的面前呢, 一定会这个抢夺你的这个生命, 作为一个智责的话呢, 自己所该做的这个事情呢, 就是应该去做, 就是智责应, 定理做, 就是智责, 有智慧的人的话呢, 就是看看那个出家的道路呢, 真正是对的, 那么像那个古代来说的话呢, 就是有很多那个, 我们那个作教科学人的后面也是, 大概提了一下, 白眼镜和很多那个释迦牟尼佛的专辑当中, 也是有的, 所以这个出家呢, 就是真正是一个很好的道路, 而就因此, 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的话呢, 自己该做的, 自己终身的比较大的问题的话呢, 自己做做, 我们当时有个说法呢, 就是出家的时候呢, 也不要跟父亲, 也不要跟母亲, 就是自己做做, 就是古代的人, 就是经常这么说的, 真的, 问父亲的话呢, 父亲肯定不同意的, 问母亲的话呢, 就是母亲肯定不同意的, 不要说是丈夫妻子, 就是丈夫妻子, 就是可能就是很不同意的, 就是, 所以自己真正觉得, 是已经缘分到了的话呢, 我今天一讲的话呢, 就是可能明天还是有报名几个人出家了, 但是呢, 就是国际店有这样办很多数据, 就是所以这还是比较麻烦, 不过现在不出家, 也是在整个国际上来讲, 是相当离婚年呢, 就是越来越多的, 就是所以说, 但是这个班数据也没有什么事吧, 就是总而言之的话呢, 就是出家呢, 就是也应该这样这个出家, 红衣大师出家的时候都是39岁 所以说你们有些人那么老了 现在对佛法提不到什么贡献呢 也不要这么想 看那个荧光大师21岁 红衣大师39岁 就是好像是我 今年就39岁还是明年39岁 我发现明年比今年就是笑了一样 那么他出家的时候 当时他那佛教的这个演技 也不是那么很接近 很那个接近 然后说三十七岁以后呢 就是开口锻炼 就是后来呢就是对佛教这个做了很大的贡献 就是所以你们尤其老年人 也算是老年中年人吧 就是这个三四十岁的人呢 就不要因为我现在对佛法做不到什么贡献 不要这么想 也许你们以后很足名的也不知道 就是在中国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人才 现在很多汉地的人确实是 对我们这个还是希望很大的 很多人说是现在 真正这个温思续静的道场是在无名佛教院 无名佛教院出来的很多人 以后肯定对佛法里生有意义 我想是上师的这个发行年也很大 就是也许大家这个回去以后 也可能有这个机会吧 所以在这里讲呢 就是你自己应该做的 自己应该做的 你不要一直增到那个死亡吧 增到死亡的话 这个死亡的惩罚呢 就是到时候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谁都这个输不了的 这时候你自己不会也就是 确实是就没有这个这么很大的意义 平时医生当中就是作为这个出家的话呢 就是很有这个必要的 那就很有必要的 然后呢一直不能增到就是可能明天 还有这个里面好像记得有吧就是我或者是我退去以后啊 或者是我这个以后这个什么事情 事情完成了以后我还要回去就是完成完成 有些人都是就是就回去还带一些事情然后是办理一些事情 回去的时候就又遇到了违缘了就不来了就是 所以先出家然后回去可能好一点 不然的话先有土法就是然后回去的话是很多人都就好像办不成了就是最后死的时候想出家就是谁也出不了了 所以我们这个人生很难的以后得不得得到很难说 得到一个人生的时候最好回去不要办事就是现在把这个土法就在这里面就是已经这个先给那个什么就是牟田女就是 在哪种的牟田女就是把这个土法呢就是先给牟田女然后回去办违缘证的话是可以的 我是这么想的不然的话你们有些居士就是先去办证然后回来的话几乎都好像是在那个魔王的口里面就是 真正得到解脱的人是很少很少的 因此他这里也是这么讲的比如说是一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在国家的话呢就是交税吧就是 本来就是首先国家给他们要求的时候你自己把这个罪物交上的话呢就没有什么这个危害 但最后呢就是他们都是就是亲自来到你的面前的就整个这个自己的地方摧毁的话呢就是后悔 后悔的话呢也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的 原来有一个人呢就是他对那个就是银行这个寄了很多的钱就是出现银行呢就是三次次都是要了他的钱但是他都是一次不还 有一次呢就是专门把这个什么公安啊法院啊就是好像几个强有力的队伍呢就是到他们家里去把东西全部摸索完了 这时候那个老板呢就是实在是没办法就是在外面就是唱那个《欢乐的金刚歌》啊今天讲到这里 它就中国生活就是说福利 machine food 反正做人家里的 他们永不让雅梁 目前 hadお出息 在憤怒的 並不在乎 又比 他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